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我也是一样输入 输入两个字串 输入两个字串之后,比较这两个字串 假设说我今天两个都输入Terry 一样的 那结果应该跑到哪里 如果是今天 这个是等于等于 这个跟这个 假设说输入一样的东西 那应该会跑到哪里 应该跑这里 就是字串相同 对不对 我来试试给各位看 执行 今天讲的我输入字串1 Terry 字串2 Terry 一模一样 Enter 字串1与字串1的 字串2跟这一样 这个应该字串2 内容不相同 它跳到哪里呢 跳到这里 你会想说 难道是我眼睛花了吗 怎么会这样 再次Terry Terry 再一次 还是不相等 想说 对呀 明明一模一样的东西怎么会不相等 你想说 这个地方一定有鬼 当然不是 特别 如果你字串 因为我说过字串很特别 字串它是 有点是 参考出来的 它会产生一个实体的物件 实体 它是实体 所以这个实体S1跟S2虽然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放在记忆体的位置就是不一样 所以 我们最后会变成说两个实体的东西 不能用什么呢 不能用等于的方式去比对 因为一定会指向不一样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 如果以后字串特别重要 如果我今天要比较的话 这个在 刚好也会考到 因为我刚好在看那个考试 考试 人家考专业期那个考证的时候 它就是 光这地方就卡住了 因为它就这样打 我看它 不对呀 又bug 不对 然后再试 原来 这个地方要另外用一个什么方法 点 S1点的吗 Ecos 这边有个叫Ecos 有没有 Ecos 这个地方就是把S2放进去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比对 这个字串 跟这个字串是否相同的时候 要用这个 Ecos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还有 我们在那个TG考题里面还有 Ecos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 Ecos 后面的话 还多一个 如果说你们将来在 这边有一个叫 Ignor Case 这原来是Ecos 比对两个字串 不过呢 这个比对的方法是 大小写要相同 那后面这个呢 Ignor Case 就是 大小写可以不相同 它就略过大小写的意思 如果以后你两个比对 可能有一个叫 Terry Ignor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用这个先给各位看一下 Den Den Ecos S2 删掉 试一试给各位看 再一次 Terry Enter 相同 有没有 那如果今天呢 我用什么 Ecos Ecos 这边有一个 Ecos Ignor Case 有没有 Ecos 假如我今天用这一个的话呢 2 你看有什么差别 我试一试给各位看 第一次我是打 Terry 第二次打 Terry 这样子 有大写 有小写 Enter 相同 如果说有大小写要略过的话 记得一下这个 Ignor Case 略过 它的那个大小写 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 跟大家讲一下 很重要的概念 以后你写成色不要 这个字串的格式 如果你这样写 保证 不会正确 那你要变成说你要多一个方法 Ignor 那个地方的话呢 特别注意 试试看 这个地方 来撰写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来吧 好